东南亚国家联盟星期二在河内召开年度部长级会议 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上 各国外长将讨论促进地区安全和东盟十个成员国之家的各种合作形式 还有东盟国家与其他亚洲和西方国家的合作 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越南总理阮靖勇在河内发表会议开幕词 称东盟在亚太地区维持和平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保持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 是所有东盟成员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诚挚愿望和坚定的信心 东盟十国外长讨论了范围广泛的议题 其中包括在2015年以前建立一个欧盟风格的经济共同体 以及如何促进东盟与西方和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亚洲经济强国的经济合作 缅甸成为这次东盟外长会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各国外长对缅甸军政府计划今年举行的选举表示关注 呼吁缅甸军政府举行自由公正和全面的选举 泰国对于有关缅甸有意在北韩的帮助下发展核项目的外界传闻表示关注 但是缅甸否认这种传闻 北韩首次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东盟外长会议 平壤核项目问题也成为会议关注的对象 会议呼吁北韩重返六方会谈 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东盟部长不太可能就导致46名水兵丧生的韩国军舰沉没事件 向北韩发出任何严厉的声明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